在學哲學的時候啊 有一個有一個基本的命題在變變正的命題就是 就是 不能夠被否被否定的東西不能夠被質疑否定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每一個每一個存在他都必須要是能夠被質疑否定他才是真真實才是有意義的討論 好那剛講到江澤民 江澤民 從1978年大大陸改革開放1989年就就發生了就發生了天安門10年的時間 換到改革開放到那個時候呢其實開始產生了懷疑改革開放的道路還能不能走得下去的問題 所以江澤民從上海呢進京其實是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道路要繼續走 因此在那個那個時候1989年之後 當全世界知道天安門發生的事情然後呢對中國中國那時候相對弱 我說中國那個時候的那個時候的全國整個中國大陸的總體的年一年的GDP 大概就就是兩個台灣第一個中國 中國大概就是台灣就是中國的大概百分之四四十五啊 所以中國大陸那個時候的經濟還在很低規的情況 1989年 但是江澤民代表的要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要讓繼續讓中國富起來那個富起來就是繼續讓中國 跟跟的跟國際社會跟全球接軌 江澤民是繼續把中國帶回到了全全球主義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關鍵性的領導人 我為什麼覺得江澤民在在擔任了領導人那段時間 我給予他很高度的評價是因為那個時候呢出現了像是王正方所說的 因為1991年江澤民上台之後兩兩年 蘇聯就瓦解了 91年蘇聯瓦解那瓦解就瓦解啊 那那那中國跟跟蘇聯的關係本來就有點緊張 瓦解就瓦解嗎 東歐呢 就就就就就開門了 然後呢東歐的華沙體系呢 就崩潰了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東歐的情況 可是在當時 因為我畢竟年紀還OK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天我正在碩士論文口試 那是我的年紀 可是之後的那段的時間 鄭方大哥剛剛講的就就是 全世界進到了一個很特別的意識形態的氣氛裡面 叫做民主決定論 就是那個民主決定論就是呢 民主是意識形態最上征就是 歷史的鏡頭就是民主政治政治了不會再往前演化了民主是 人類所能夠創建的制度當中最好的 不會再往前演化了你看了共產黨的都都都都都已經垮了 就是呢民主決定一切 我們對民主的要深信不已 美國呢美國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呢我們不只是在談法蘭西斯 福山的民主決 民主的那種的信仰 告訴我們說呢 就是整個的歷史的演進的終結就在這一刻 就停在民主的這一刻 他其實還有一個潛在邏輯說 你不可以懷疑民主 你要相信民主 你要相信民主 其實就是要相信 美國 你不可以懷疑美美國跟不可以懷疑民主是等號的 好的這個問題來了 你知道嗎就是你剛剛你剛剛話話已經開了個頭了 就就是 民民民民民民主真的就就是 至高無上獨一無二不可懷疑的 像皇后的貞操 或者像是像是那 祭司的聖牛一樣 是不可以摸不可以碰觸不可以懷疑的嗎 我們就要就要給他為民主的建一個 增結排排排訪每個人呢都要對民主的表達絕對的忠貞不能夠有質疑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我的我的訓練跟正方大哥的訓練 其實沒有差太多就是我們都曾經受過西方的政治教育的訓練 可是今天你看的時候 尤其這一次 最近這兩天我們談比較多的 賴清德說 我們不可以讓懷疑美國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的聲音 這個聲音出來了之後呢 我知道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 對台灣老百姓的這場的選舉的投票 影影響大了 台灣老百姓被帶到了一個就是 我可以懷疑美國嗎 懷疑美國就是懷疑民主 懷疑自由 其他的告訴你當你懷疑民主 懷疑美國懷疑自由的時候 你就會懷疑我 民進黨懷疑我 賴清德不可以 不可以懷疑美國 是因為美國保護我 我賴清德 我民進黨 我蔡英文是在 美國的後面 所以你美國呢相信美國是民進黨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防線 這個是在理解台灣政治跟未來兩岸政治至關重要的 民進黨今天的所有的保護是建立在 教導人民不可以懷疑美國的基礎上面 可是你其實在美國待了非常長的時間 我也知道你受到美國 很大的影響 美國不可以懷疑嗎 我不懷疑不懷疑 我完全不懷疑 不懷疑跟不可以懷疑是不一樣的 我就不懷疑 我很相信 我相信當中川普講的話 都是真的 美國第一 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 所有的好朋友的什麼友邦講的好話 當美國的利益放在你面前的時候 我隨時把你給甩了 最近的例子有阿富汗 阿富汗 對不對 他在那打仗打仗說為了你的民主自由 你的民主自由如果傷害到我的利益的話 我就走了 很好 不止甩了 還把人家的 還把人家的 剩下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外匯存體給沒收了 然後呢 到現在為止呢對阿富汗的不聞不問 對 所以 這個American first 對美國人來講 我完全不懷疑他們對這個 這個想法有任何變更 他們賭信這個 他們的利益 最高 所以他一直要 希望 军事演習在台灣海峽做軍事演習 最近還有一個說是 大陸會會敗 台灣跟日本跟美國 合起來 會贏 台灣慘勝 那個楊杜寫一篇文章 他整個這個軍事演習 忘了三個字 台灣人放在哪裡 對 台灣人會造成什麼損失 或者 犧牲多少人 多少年輕人會走 或者財產 我們生活 將來的 未來是怎樣 這不在他們 美國人的考慮範圍之內 從來不會考慮 這些東西 這點我完全不懷疑的 你懷疑美國人幹什麼 他們就是這個樣子嘛 對他們來講 這個 American interest 這個是 天經地義 這是聖經 所謂的 American interest 也不是美國普通老百姓的 好處 甚至少數 1% 2% 有錢人的利益 沒有錯 就是 這非常ironic 就是說 大家在那講民有民知民想 可是Columbia那位經濟學者 Paul Krugman Krugman他是 諾貝爾經濟學者 他是紐約 紐約時報的專門作家 他說 美國的 民有民知民想 只剩下1%了 那1%就屬於那個 1%最有錢的人 99%的人沒有 這1%的人就在控制所有的事情 讓大家相信這個東西 讓大家認為這個制度 是最好的 對他們最好 因為美國的問題太大了 問題太大了 你不可以懷疑美國人會 會為台灣人想什麼東西 會 世界上其他人想什麼 想什麼對他們有意義的事情 他不是 互惠他們這個 互惠這個詞都不存在 另外 另外我 我那次看那個 Bloomberg 訪問那個 有個很有名的叫做Lawrence Summers 他曾經是美國的財政部長 後來做過一個 哈佛大學的 做哈佛大學校長 現在是哈佛大學教授 也是財政經濟上 他訪問一個英國的那個 中央銀行的 中央銀行的總裁 副總裁退下來 他寫一本書 寫本書裡面 對於這世界局勢啊 這什麼 經濟方面 他說 這個西方世界 做的最壞高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中國大陸進入WTO 沒有錯 他非常反對這個 他說我們原來要 他要大陸來 進入WTO 就是讓他們加入這個 全球化的經濟體系 讓他們變成 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經濟制度 然後制度來 成功了以後呢 那麼 中國大陸就有很多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然後呢就會要求 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然後他們整個政治制度就會改變 沒錯 結果他說 搞了這麼多年 並沒有實現 不但他這樣說 現在那個 拜登的那個 那個 國安會主席 Solivan 他公開說 我們不希望改變 中國大陸的政治 沒有錯 他現在跟大陸打交道的時候 這個是前提 三個前提之一 所以 他們覺得 讓中國大陸進入WTO 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可是我認為 江澤民的功課平說的時候 在他的任內 朱仁基他們 進WTO 做了很多犧牲 一定做犧牲 這個對中國的經濟後來 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 是最重要的 這是一個因素之一 相當重要的 這樣他才開始有 全球化的可能 跟這個認識 一面 一面加入WTO 一面學習 一面在 玩你這個 西方 列強 經濟強國的 遊戲 那個遊戲都是對他們有利的 對於發展中國家窮人是無利的 規則是他定的 他定的 他為什麼會這樣定呢 因為是美國的 那1%民主民 沒有民主民想的 那些人想出來的 對我有利 我才這樣設計 你們就跟著我玩 最後錢都讓我收 所以現在美國 就變成一個 全國 我不懷疑 大家都要做到一個 不勞而獲 無所事事 而照樣收很多錢的 那一個國家 基本上快要做到了 比如說 我們台一的那位 曾經競選總統 民主黨競選總統 候選人那一位 楊恩哲 Andrew Young Andrew Young 對 楊恩哲 他提議說是 他要做中國 楊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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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 你知道是美國公民 我一個月發你一千塊錢 幹嘛發我一千塊錢 因為你是美國人 美國有這個錢 真的美國有這個錢 他要把那有錢人 多弄點稅 發這個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不工作每天混 我還有一千塊錢 再加上其他的 所以 美國人不願意工作了 他怎麼生產 他說把這個中國大陸的生產工廠 給拿回來 他怎麼拿回來 拿回來誰來生產 沒有人願意生產了 有很多人就說我現在是 這麼一個做這麼一個工作 我去上班 上六個月以後 我就辭職 或者怎麼樣弄得你fire我 我就拿這個 就是就是失業 失業救濟金 失業救濟金 拿到他差不多完了以後 我再回去工作 因為這兩個差距不是很大 沒錯 就是大部分人的工作的收入 跟失業救濟金的金額 沒有差太多 所以你說你為什麼不創業 你看有幾個人能夠創業 你說 天下的人有百分之幾可以創業的 沒那個機會也沒那可能 也沒 也沒那個基金 連資金也沒有 所以 我在美國這麼多年 得到這個概念就是 一步一步越來越 越是這個情況 你知道我從 70年的 70年中期 75年開始教書 75年到80年 那個5年我教的學生 我到現在不會忘記 我覺得那孩子 蠻有想法的 後來我80年 換了另外一個學校 東岸去 我就覺得 學生越來越糟糕了 他們最大的想法就是 怎麼樣到華爾街去 找工作 有個穩定的 穩定的工作 買筆 什麼這個 放的那個 資金 那個股票 一下我就發了 這輩子 不要做 其實全世界 很多人都這樣想 可是那樣的話 你怎麼樣搞你的經濟 我不懂 我不懂 我到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問題 要問你 我解釋一下 剛剛的這一段 所謂 賴清德所謂的懷疑美國 跟 王匪正方 所謂的 他不懷疑美國 那個是兩個 兩個不同的 層次的 問題 王正方說他不懷疑美國 是 美國就是 像我剛剛說的 那個樣子 你不用懷疑他不會變 不會變 他的他的整個的國家機器的運作跟他的社會體 體系 的運作 是建立在高度的國際壓迫的基礎上面 換句話說 在美國的那種的那種的政治體系下下面 他是不可能跟其他任何國家平等的 因為平等就會導致他的內部的危機 他的壓迫需要透過對國際的壓榨不斷的吸收動能 把那其他的國家呢當作是呢等而下之當努力一樣 能夠從這國家萃取養 養分 然後接受 我設計出來的 遊戲 我建構的系統 以及在這系統當中的 規則 所以美國經常談規則 其實那個規則後面他談的是利益 因為那個規則一改利益分配就改了 這個呢這也是大家呢 在認識美國該有的基本的理解 賴清德或者說呢賴清德所代表的民進黨 因為賴清德選黨主席 突然間的丟出這句話說我們絕對不能夠讓懷疑美國 成為呢台灣社會的主流的主流的共識 這句話裡面含一聲啊 好那他的他的邏輯就當懷疑美國的時候就是 你懷疑美國是不能夠懷疑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如果說呢今天呢台灣的未來 你懷疑美國呢對台灣的承諾的那個擔保的可信度 那 台的台獨的信仰就會慢慢的出現了崩潰 現實主義呢就會會抬頭 簡單講賴清德講那句話就是絕對不能夠讓台灣社會的 現實主義台的台頭 現實主義台頭之後台灣人就會開始為自己想 就不再呢不再單純的相信美國灌米湯 當美你相信美國灌米湯說呢 我我有任何風險的時候呢你肚子餓我會為你吃飯 你冷了呢我會幫你穿衣服 那我會幫你呢蓋好好房子 我會呢照顧你的未來 三蒙海事的那個承諾你不可以懷疑 可是賴清德就說你不可以懷疑懷疑了懷疑了之後呢 現實主義就抬頭了 民進黨在去年底的選舉 就是因為感覺到台灣的現實主義抬頭了 抗中保台大家呢不太信了 所以民進黨大敗了空前的大敗 那個是有一個很清楚的意識形態危機的訊號的 我們剛剛講民主決定論 目前 目前的台灣所遭遇到的民進黨認為的就是民主懷疑論 就是已經不再相信民主決定論了 那個民主決定論 正方大哥剛剛所提到的在上個世紀90年代江澤民的那個時代 江澤民的那個那個時代 其實美國人如果對於大陸呢 還願意開開開開門 那歡迎大陸進到世界體系裡面 很簡單原因是因為他需要廉價的勞動力去生產商品提供美國人消費 大陸我告訴你千萬不要去呢感激美國說 美國曾經對大陸呢是抱持的善意的步 那個善意是因為他需要你作為全球的生產基地 就是現在的中國的的樣子 美國的美國過去物價很低不知道通貨膨脹 為什麼 因為因為中國提供廉價的 物美價廉的產品 好但是 在當時的一個信仰的政治上面的信仰 就柯林頓講過的 美國或者是整個西方體系呢都相信 只要經濟的水平拉高了 政治制度一定會改變 民主就會抬頭 因為他們看到天安門的時候呢 他們的理解就是這樣 中國你看一開放10年 年輕人就造反了 好所以他認為只要繼續的開開放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天安門一定會回來 早晚有一天了我最討厭的共產黨會從大陸 消失 那他的核心的信念 但沒想到呢 經過了這麼久 沒有 而且中國共產黨看起來 更強大了 美國的焦慮是建立在這個 民主決定論崩潰的基礎上面 所有的就是說呢 經濟發展會帶動政治變革的這個 會合論的講法 竟然在中國大陸上失靈了 因此他們回頭就簡單說 我們最後悔不應該讓中國加入WTO的 因為WTO是美國搞的你知道嗎 結果今天在否定WTO的 對結果今天在否定WTO的是美國 覺得好像中國在WTO占到便宜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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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